重返90,刑侦专家的悠然生活 第一章,穿越90 邓婉婷是一名在21世纪刑侦界备受瞩目的专家 他以过人的侦查能力和果断的判断力屡破其案 作为刑侦队的核心人物 他却过得十分劳累,日夜操劳,几乎无暇享受生活 某天,一场意外让他穿越到了90年代 成了一个小镇上的警察 原主因为一次侦查失误背了处分 被发配到这个小镇 邓婉婷出道这个陌生的时代 竟觉得生活节奏慢下来的感觉很好 这次他决定不再拼命工作 而是好好过一个悠然自得的养生生活 第二章,悬案重重 小镇上的生活一开始真的很闲适 邓婉婷每天下班后悠然散步 早睡早起,时不时还能和邻居们一起去赶集 然而,这个年代的犯罪分子猖獗 由于侦查技术落后,很多案件难以破获 这让邓婉婷这个曾经的刑侦专家开始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 全市的警力都在紧张追捕一名残杀一家五口的凶犯 这个案子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邓婉婷原本不打算多管闲事 但在调查中,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线索 让他感到事情并不如表面那么简单 有一天,邓婉婷在案发现场看到了一名幸存的中年男子 这是这家人的一家之主 当时他正因悲痛过度而昏厥过去 邓婉婷通过观察现场和一些细微的线索 突然指着他说,人是你杀的 这一声指控让在场的所有人震惊不已 无论是同事还是围观的群众 都无法相信这位看起来正直无比 满脸悲痛的男子竟然是杀害自己家人的凶手 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 事实证明邓婉婷的判断无误 这名男子因家族内部矛盾激化 对家人怀恨在心 最终在深夜发狂,痛下杀手 第三章,刑侦女神 案子破了,邓婉婷的名字迅速传遍了整个小镇 甚至在市局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被救出的受害者对他感激涕零 抱着他不肯撒手,甚至想以身相许 而那些曾被怀疑的无辜者更是感激不尽 宋锦旗,拉横幅,场面一度相当壮观 但更让同事们震惊的是 这位解决大案的专家平日里竟是如此随性懒散 他从不熬夜办案,到点就吃饭 口袋里总随时背着苹果和牛奶 有事没事还能在办公室里做瑜伽 同事们百思不得其解 一个如此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怎么能在破案上这么厉害 看见了吗? 那就是市局支持,犯过错被者除愤,发配边疆了 有些心怀不满的同事议论住 可没过几天,市局却突然传来消息 邓婉婷被紧急借调到了市局行政队 并且成为了队伍中的核心力量 他用几天时间迅速适应了环境 并且在一次次的行政测试中大放异彩 让那些曾对他抱有怀疑的人无话可说 第四章,火眼晶晶 邓婉婷不仅仅是破案块 他的侦查技术和分析能力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哪怕在这个行政技术相对落后的年代 他依然能够凭借自己的直觉和火眼晶晶 轻松破解许多难题 有一次,市局接到一桩一案 一名富豪的妻子被发现死在自家的游泳池里 现场看似是一起意外溺水 但邓婉婷在调查现场后 迅速指出这并非意外 而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凶手正是富豪的情妇 他试图利用现场布置来嫁祸给富豪 然而在邓婉婷的推理下,整个谋杀计划很快被戳穿 破案后,凶手在审讯中被邓婉婷几句话刺激的失控 甚至直接公认不讳 同事们对他佩服的无体头的 无论大小案子,都纷纷请他帮忙 第五章,新的挑战 随着名声越来越大 邓婉婷的工作也越来越忙 他发现自己再次陷入了忙碌的生活中 他虽然口头抱怨自己又卷了起来 但内心却充满了充实感 他发现,这样的生活其实还不错 随着他的名声传遍全世 邓婉婷也逐渐成为了行政队中的顶梁柱 不仅在同事中树立了威信 更成为了犯罪分子最为忌惮的对手 他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 证明了即便在技术落后的时代 真正的行政专家 依然可以用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行动 让犯罪分子无所遁形 最终,邓婉婷在这个时代 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 他不再是一个被时代束缚的行政专家 而是一个用现代智慧改变90年代的传奇人物 也许他没有过上原本期代的悠然生活 但他却在这里实现了新的价值 并且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光辉之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